我刚有两个方式可以做完这件事 第一个的话 特别注意 我这边有把我写完的程式 就是多增加了三个逻辑判断 还有多增加了 总共有三个三个 总共六个变数 然后最后才可以做出来 那这个方法 后来我想 因为我之前本来写成 写的话是写这样子 但我就觉得 怎么怎么 就觉得好像程式太冗长了 所以后面我做了一个变化 可以让这个程式变得相对的 比较简短 所以我把 如果你们要练习的话 直接把程式贴上也OK 这样的话 其实结果会不会OK呢 其实理论上应该执行 应该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但是 OK 这上面就是我们要的 底下会多什么 最高分的人是谁 都出现了 而且应该是正确的 可是我后来发现 这样的写法好像有点太冗长 所以后来我改了一下 一 我可以不要这六个变数 deletelead 二 我可以不要逻辑判断 所以你会发现 等于就少掉六个变数 然后再少掉三个逻辑判断 把它恢复 但是呢 我没有办法说 我不要用刚刚那个方法 也可以 计算出最高分的人 那个国文最高分 最高分这个比较简单 你可以用max 有没有 这个方式里面刮骨 放个什么 放个b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样就是b的最高分 就是国文的最高分 是多少分 比较难的部分 所以底下 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底下这个也是一样 英文的最高分 英文的最高分也是max 7 然后这个数学的最高分 就是max 这个函数 的第一 这样子 应该没问题 难的地方在这里 是谁 是谁 所以要特别注意 这个有点像是我刚刚讲 那个match加index 的用法 但是观念上很像 但是写法又不太像 它是用index 可是实际上 这边用的index 比较像是 esale里面的match 用法特别注意 如果我想知道是谁的话 很简单 第一个 因为姓名在哪一栏呢 在a栏 对不对 a栏里面的什么位置 那我要找的是什么 找的那个最高分的那个位置 最高分的那个位置在哪里 所以特别说 底下叙述是关键 最高分的那个位置 要找位置的话 你可以在b栏 所以b的串列里面呢 点index 点index就是查询 类似 查询什么呢 查询最高分的位置 那就把maxb放到这里面来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要找a a是庆明对不对 庆明 那位置的话呢 第几个哦 是用b去查询 index 查什么 查最高分的那个 锁引词的位置 帮我把那个锁引词的位置带回来 那这个时候 a就会自动去抓到 相同最高分的 同一列位置 的资料过来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 只是说呢 当然这个可能还是要需要 稍微 这个 稍微记一下 或者练习一下 观念厘清的话 后来我发现这个方法 会比之前的写法 好处就是程式少好多 有没有 至少了 六个变数 逻辑判断每个都三行三行 所以至少就省掉11行 OK 底下这个地方怎么做 一样 这个的话就是 我要找姓名的那个栏位 然后怎么找呢 去那个最高分的 里面去帮我找 所以c 就是英文的那个栏位 查询一下哦 查什么呢 查那个最高分那个位置在哪里 然后并且帮我带回来 带回来之后的话 那我的姓名那个位置就跟 那个最高分的英文的是同一个列的位置哦 OK 当然这个地方底下一样 所以我做法 当然你多答几次了 我想这个概念慢慢就 就是从第一底下去查询 查询什么呢 最高分的那一个 所以就把这个maxd 复制过来 我希望拖拉 习惯是用拖拉加砍弱键 好 程式写完了 OK 它的好处啦 程式是简洁很多 但是缺点 可能你需要学会 index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不过我是觉得 要是我学会 我习惯 我应该不会写 刚刚的那个方法 为什么 刚刚的方法实在是 程式太浓 一直逻辑判断 好 执行一下 各位看一下 如果执行出来的结果 跟这个底下一样的话 理论上 这个方法似乎会简短许多 结果一模一样 OK 差别只有在这里 这个地方 OK 这是最需要理解的 但也没有那么困难 OK 所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比较短 这三个小时 礼拜五的话 六个小时 可以讲比较多 但是我现在还蛮挣扎的 希望多讲一点 但是又不希望说 因为讲多一点而感客 有些地方就会变 讲得太简略的话 那造成大家有些地方 理解这样的困难 所以有些地方如果讲得太快 好像有些细节没讲到的话 没关系 回去可以再稍微看一下云端补足 或者说实在还是没办法理解 没关系 你可以再留言跟我讲 或者上课就再跟我讲一下 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写出来 是绝对没问题 因为是自己写的 所以其实是会比较好理解 OK 那回去的话呢 试试看 当然最后 我们这个课程结束的话 一样会有个评量 那评量 我还是比较倾向 就是反正我都出题 你们都试做吧 上课题目也好 或者证照考试题也好 不是要把你们考导 而是希望说你能够真的吸收 OK 怎么样可以把这些了解 很简单 我上课讲的 反正有影片 你回去如果实在不能理解的话 反正多听 再来的话 云端上有答案 你可以多做 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马上提出来 OK 那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讲 再更进阶 所以特别最后 每一次都会比每一次 还稍微难一点点 不会一下暴增 但是一定会比较难 像后面下一个范例 就是要讲什么 大量档案的合并与分割 比如说全省邮局地址好了 你可以分很多区嘛 所以很多区的话 就一堆档案 那可是一堆档很麻烦 我希望把它全部合并在一起 那以前的话 你要合并的话 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对不对 当然不是好方法 一堆档怎么 有没有办法 透过Python 可以快速的把它做合并 合并成一个档案 就是一个全省邮局地址 单档就可以了 不要说分那么多档 好 那分开来之后的话 常常会遇到状况 如果我希望 合并完之后 又把它分开来的话 照别的类别分开的话 有没有 常常就是分分合合合合合分分 那我要怎么样快速的 按照我想要的类别 再去做分割 OK 在后面会讲到 所以请各位回去有时间的话 可以再预习